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爆料 圆神4.7克洛琳德西格文双C技能定位确定 新体系来了 水神UP时间曝光 那我要终于复刻 圆神策划位就流水下猛料 放出水神上替位 无限叠加生命之气 那塔角色提前登场 大量实际地图曝光 众所周知 圆神封单4.6卡池越来越近 胡人也即将登场 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说起后续4.7到4.8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最新的消息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就最近爆料的消息来看 4.7到4.8卡池的改动还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新角色的UP和水神弗妮娜复刻相关 4.7卡池的话 目前看来会有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 分别是西格文、克洛琳德 同时之前4.6前瞻直播中出现的白猫角色 赛托斯据说也会作为新四星角色陪跑登场 复刻角色的话 最早爆料的消息中水神弗妮娜会在4.7卡池复刻 现在的话据说是延期到了4月8日卡池 4.7复刻的两位角色目前看来是莱欧斯利 纳维亚这两位 总的来说就是4.7卡池会有三位新角色登场 莱欧斯利、纳维亚也将迎来首次复刻 而在后续的4.8卡池中 会有一位新五星角色登场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调香师 定位是五星草系角色 复刻角色的话 则是被延期的水神弗妮娜、尼璐、艾尔海森这几位 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大家看看就好 至于4.7卡池的两位新角色 希格文、克洛琳德 就目前的爆料来看 都是前台C 都拥有生命之气机制 这么看的话 倒是硬做了一个新体系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和水神是配了 当大家看到4.6版本卡池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放弃上半者中下半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不仅仅是上半流水拉垮 下半流水同样也拉垮 现在就看4.7版本上半部分扑人的情况 目前来看相对乐观 但还不足以拯救颓废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挽救颓废的趋势呢 必然要出一个完美的角色 以及放出后续的大料来留住玩家的心 角色不仅仅是强度方面 外观和设定方面同样有着很大的要求 按照目前封单版本的一个情况来看 好像并没有这一的角色 所以就要人造一个出来 从目前内鬼曝光的卫星角色技能上来看 希格文很大概率就是大号水神的设计 目前曝光的希格文技能想必大家都看了吧 希格文大概给捡到水球的人 上一个持续衰减的生命之气 比如上一个60%血量的生命之气 然后每秒来3%回来 20S后消掉 这样所有公斤模组的人都可以用断章套 然后希格文成为另一个水神 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 那就是不断增加的生命之气 比如每秒产生2%生命之气 且回溢2%血 这样就能保留奶妈属性的同时 触发心套 人设和外观方面 希格文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角色来说 还是比较具有优势的 可爱的罗莉行 只要不乱搞C 那么人设方面没什么问题 至于后续纳塔方面信息 目前网上已经出现了 大量关于纳塔地图 以及新角色方面实际信息 至于真假 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 而是玩家期待 有一些纳塔的信息出来 这样也好 有东西期待一下 度过这个漫长的涨草期 特洛林的技能曝光 明命减防减CD 后台脱手辅助 半命单雷起飞 这是对标雷神的模板 元素战技减防 提升抗打断 芭蕉减抗和重置CD 如果真这样设计 看来朗米急了 天赋给攻击力和CD 有点超模 命座方面没什么特殊 明命完整 双五泛用性还行 对发欧带来了 希格文的先行技能情报 首先发欧提到 希格文的治疗量 受到生命之气的影响 那么说明 希格文是自扑人以来 第二个玩生命之气的角色 第二点 希格文确定为 五星水西弓箭角色 其装五弓箭将是66大生命模板 并与大招倍率有关 弓箭系列可能将迎来第一把答辩 第三点 希格文的战技是吹泡泡 往怪物的肾上弹 这让我想到了 是不是和王者增加二技能一样 自动索敌连续弹 希格文这个泡泡会越弹越小 但是一命可以让它不变小 第四点水泡弹到目标 会在附近生成水滴 类似原水之滴 不过原水之滴是加生命 希格文的水滴是叠加生命之气 就是不知道队友能不能减这个水滴呢 最后一点 希格文的元素爆发是喷水 其余信息暂时不详 4.7版本先行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